我在教會是有傷害的 但我自己也發覺 經過這幾次牧師在說 自己在思考 自己處理得不太好 因為當時發生的時候 雖然她是比較 我寶貝的說話 她好像針對我 呼喊我 我覺得她在針對我 原來我們的負面情緒真的很重要 你最初是會對峙一個 整整一下 等等 有其他人勸你 或者你會幫她 在今有了很多前面病 熱傳葉大的 雖然我這件事都有談過處理 但不是很理想 我一直都在年紀 心裡很痛苦 很辛苦 經常都在神道面前 經常素苦 叫人來祈禱 又不去祈禱 為何我奇來奇去都是這樣 為何這麼辛苦 為何 我不明白為何這麼辛苦 都很感恩 神一直帶著我 去給我一些經文看 審奉在我 像剛才牧師那些 他自有子人 這些全部都是我 經文一神 讓我看到的 然後我說對不起 仍然又再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 無論是朋友也好 我們教會也好 得罪我們 或者傷害到我們 我們都要細心去考慮 去處理 如果不然 真是很像前染病 熱傳就很大 我們自己的教育 那些組長 他可否處理一下呢 他說 不處理啊 算了 不處理了 我都沒有辦法 我暫時都在我自己的小組 我都暫停了 神讓我休息一下 給我一個時間去改變我自己的生命 因為這個生命原來是阻礙我們跟神的溝通 阻礙我們自己去釋放一些東西 我很感恩 真是可以認識姚牧師 讓我知道原來這樣是阻礙我 即是在釋放那裡 真是 當我剛才 弟兄跟我在那裡聊天 說了這件事 接著他就為我祈禱 我一直在那裡認罪 一直認罪認罪 接著那些所謂的偶像 好像淡了一些 好像飄一下飄一下那樣 我很感恩 經歷這些東西 我們真的要搖船 因為有時神要彈一些經文給我 耶穌說 你要算人 神就要算你 所以是真的 所以我經歷這次 雖然還有少許的情緒 我還未能處理 但我都跟神說 我願意崇復 我願意崇復回教會 無論教會是怎樣也好 你所解釋的牧者 因為神是你給我的 你說過你要叫我崇復在你所高牧的牧者那裡 牧養我 無論他怎樣也要在那裡 我跟神說 我願意崇復 我願意崇復在你的小組上 一定要我崇復在小組上 我神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再次你好一點 我再回到我自己的小組上 我神 你或者為我預備 我自己都這樣祈禱 我希望可以 神這次給我這個經歷是很好的 因為我看到人 真是看到人 原來神說 你不要看人 你不要看人 你看我 我初頭經常看人 就看到這樣的結果出來 痛苦了成年幾兩年 很辛苦 是這樣的 沒理由 奇奇奇 常常祈禱奇也不行 認罪也不行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根源在哪裡 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那媽媽雖然知道很多經歷出來 但是我還是迷失了 都不認識 很感恩 這次我雖然去上課 但是認識的葉牧師 從她在這裏說 我一邊就哄 我很多東西都適用 所以我很感恩 所以這次給我 神給我 真是要改變我的生命 因為我的生命 我的父母情緒是很厲害的 我是很特別敏感的 經過這些事 更敏感了一些 哇 好像不行 好像那個倉熱力大 不行 不可以 一定不可以讓它再發大 那我說怎樣呢 我從神在這裏祈禱 我說神啊 那怎麼辦呢 我怎樣去做我的生命 我不可以有生命感 我要適服 我不可以帶著這些東西去適服 我做私事 其實不開心 哇 要四萬個口 怎麼辦呢 很勉強 真的很辛苦 而且當她跟老人家聊天的時候 去探訪 你帶著心情不好 你自己怎樣跟她說話 你怎樣去分享給你們 在耶穌那裏的喜樂屏幕 沒有啊 所以我們的生命 真的很重要的處理 我很多時候都跟姊妹分享 我們盡量不要看得那麼大 所以我這裏很感恩